在动漫《鬼灭之刃》中,继《国元一》的存在,就好比是战斗力的天花板一般。 它天生就拥有神明一般的力量,是别人无论怎么努力,都无法超越的存在。 就连强大如此的鬼舞时无惨都是它为怪物,由此可见继《国元一》的力量是有多恐怖。 然而元一真的就是不可超越的存在吗? 其实有一个人或许有希望改善它。 虽然元一是受到神明恩宠的人,但是它并没有因为出众的天赋,而变得骄傲自负。 相反它的性格非常温柔谦虚,就对自己的力量而言,它表示并非不可超越。 它曾对哥哥及国元生说过,这世上总会出现天赋强大的孩子, 他们或许总有一天会看上比自己还要高的顶峰,而事实证明元一说的没错。 元一口中间负一笔的孩子,不但真实存在,而且还不少。 多世代的看智狼等人,皆有出色的天赋,然而阿维我今天说的并不是看智狼, 而是年纪和他相近的鬼杀队九叔之一小柱,石头吴一郎。 可以说吴一郎就是最接近元一的天才,至于为何这样说,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看吧。 我们都知道,作为鬼杀队的底天战力,柱的存在是与无产抗衡的关键所在, 他们每个人都有礼物一百分十里,是百里挑一的底天见识。 想要成为柱除了要有超越常人的天赋之外,他却经过长时间的辛苦活练才行。 然而作为侠柱的吴一郎,却在提到两个月之后便当上了柱。 在九住之中吴一郎的年纪是最小的,他仅仅14岁,而且他在之前,从未跟随任何人练过剑术。 可是在加入鬼杀队之后,他却从零基础开始两个月便近身为柱,由此可见吴一郎的天赋之高。 如果能够不断钻研剑术,假以时日想必也能到达圆一那般境界,毕竟他还那么年轻。 在上弦之一黑死木的口中我们得知,吴一郎原来是继国一族的后裔,是自己原先留下来的子嗣,所传承下来的血脉。 这也就解释了,吴一郎为何会拥有如此高的天赋。 虽然圆一的实力圆超各个继国眼神,但是抛开圆一来看,眼神的实力其实也很强。 他们兄弟俩都拥有圆超常人的天赋实力,所以后代自然也不会差。 鬼舞是无惨的上弦之鬼,都是少有的精英战力,就算是鬼杀碎的柱,也很难与之匹敌。 几百年来被上弦所击杀的柱也有不少,但是能够单杀上弦之鬼的人却极为少见。 而作为狭独的吴一郎,却凭借一体之力,在断刀孙单杀了上弦之武渔夫。 要知道当时吴一郎的年纪才14岁,这种天赋实力简直是坚罕见。 怪不得黑子不贵几词劝他挥胜无惨,吴一郎之所以能够战胜上弦之鬼, 这可是鬼灭设定中顶尖强者才能具备的能力。 而且在吴一郎还开启了通斗世界,并能够让日轮刀变红成为鹤刀。 安文,通斗世界,红色鹤刀这些都是园一所掌握的强大能力。 而如今年仅14岁的吴一郎,这已经具备了,由此可见他的天赋其实并不比园一差多少。 如果等到吴一郎到达园一的那个年纪,说不定他也能够比先甚至超越对方。 通过以上几点来看,少年天才是透无一郎,也有可能是最接近即活原一的男人, 能够在那么小的年纪成为主,掌握那么多品鉴强者才具备的能力, 并且勇于牺牲自己整个大虾,无论是职业还是品格,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强者,是人一口中最优秀的人才。 对此大家可能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啊。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阿维,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,爱你们。